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你们拿到一个数据集之后 你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一定不是分析数据或者绘图 也呢一定不是看统计量 比如说缺失值最大值最小值等等 这些呢是我们下节课将要讲的内容 一般呀在拿到一个数据集之后 我们首先想对这个数据集有一个宏观的概念 比如说有多少个变量 也就是有多少列 有多少个观测值 也就是有多少行 然后呢比如说符合某些条件的观测值 能用到我数据分析的观测值有多少个 最后呢还我们想看 它是一人一条数据的这种数据结构 还是一人多条数据的这种数据结构 这些呢就会用到我们今天学的这四个command 分别是describe描述 count数数 isid它是不是id 和最后一个unique特殊的 那么呢首先我们 说一下我们将继续使用上节课 我们使用的1978年 automobile data 请大家在command line中输入这个高亮绿色背景的这一句话 叫sees use auto 都号clear 在这里呢我们约定 之后我们PPT中出现的高亮绿色背景的都是stata command 之前我们用的是黄色 但是怕这个 如果在微信里边看 可能屏幕比较小 对比度不够高 可能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调成绿色了 之后高亮绿色的背景为stata command 输入这行command之后 按回车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上出现了sys use auto 都号clear 底下有括号1978年 automobile data 看到这个你就成功导入数据了 这个呢是stata13到15都自带的一个数据集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command叫describe describe它的官方介绍叫display variable type format and any value variable labels 它可以看到这个变量的种类 它是文字的 还是数值型的它的format它的格式 比如说它是数值型的话 它是保留几位小数的多少精度的这么一个变量 以及它是否有变量的标签 或者说这个变量数值的标签 之后呢我们会学到怎么给变量加标签 怎么给数值加标签 我们看一下它的syntax 它的语法叫describe var list var list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变量名单 其实呢就是一个或者多个变量 这句语法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describe后边加一个变量 或者加多个变量 大家可能发现了这个var list外边有一个方括号 方括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变量不是必须的 你可以指数一个describe 后边什么都不加 stata也会给你一些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指数一个describe stata会给你什么结果 大家看到这个界面 可以看到右上角 找一根笔 pain color red OK我们可以看到这有obs有74个观测值 多少个变量呢 有12个变量 它这个数据集的大小是3182kb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变量叫1978automobile data 然后它是什么时候创建的 是2016年4月13号等等 在这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它这个12个变量的名字 分别是什么 从make到forum 它的种类 比如说这个是string 它是一个文字型的变量 字符型的变量 然后呢剩下的都是数值型的变量 它的format 我们可以看到price8.0 它后边保留了 它是一个整数 OK这个是6.1 它保留了一位小数 它的数值的标签和它的变量标签 variable label等等 这个就是你指数一个describe这个command出来的结果 那如果我只想看上边的这个数据集的整体信息 不想当看每个变量的信息 我们可以用这个command叫describe short 在后边呢加上short就可以了 然后呢它就会给你整个数据集的相关信息 就不给你每个变量的信息了 那如果你想看每个变量的信息呢 刚才我们说了 你可以在describe后边加一个或者多个变量的名字 比如说如果你describeprice 它就告诉你price的相关信息 如果你describempg 它就告诉你mpg的相关信息 很容易理解 我们来看下一个command叫count 顾名思义就是数数 这个command非常简单 它的syntax就是一个count 你在后边不用加变量 你就直接输入个count 它就告诉你这个数据集有多少行 number of rows 也就是说多少个观测值 这个呢你是可以和逻辑判断结合在一起的 can be combined with logic 什么叫logic呢就是if 比如说 我们在刚才这个数据集里 我们输入count 它给你的output是74 大家是不是对这个数很熟悉 什么是74 还记得刚才describe吗 我们看右上角 刚才说observation有74个 那如果我想看看它的price大于5000的 有多少个观测值 我们说count ifprice大于5000 这个就是一个逻辑判断 OK c它告诉你有37个 如果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个变量叫REP78 它有一些缺失值 那我们想看看 这个变量它有几个缺失值啊 我们count if missing REP78 它告诉你有五个缺失值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数数的过程 我们看下一个command 下一个command 如果大家对于接下来讲解听不太懂 不用着急 我们第四个command 是比第三个command 更好的一个command 我们先说isid啊 什么叫isid 简单来说就是isid or not 它是不是id 什么叫id呢 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独特的 可以区分每一行观测值的 这么一个东西 它的英文叫check if an variable uniquely identifies the data 它是否是一个这个数据的识别标签 它的sintax是isid var list 我们现在看到它没有那个方括弧了 所以var list是必须要输入的 你要输一个或者多个变量 其实换句话说 如果你这个数据集 每个人只有一个观测值 那你这个id 比如说它有一个steadyid 对于每个人它都有一个id 那我通过这个id 就能区分出 每一行是哪个人的信息了 对吧 那如果一个人有两条 或者多条观测值 那我们只看id 我们是区分不出一个人的每一行数据的 我们只能知道这些行都属于一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id就不再是一个独特的 可以区分每一行数据的这么一个值了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说isidmpg 相当于你问stata mpg这个变量是否是一个id 或者说mpg这个变量 能否独特地区分出每一行 或者说每一个观测值 stata告诉你variablempg does not uniquely identify the observations 也就是说 有一些观测值它的mpg是相同的 那weight呢 同样的 也不能uniquely identify the observations 我们如果把weight和mpg相结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stata不会报错 代表mpg和weight结合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独特的identifier了 那price呢 它也没有报错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74个观测值 它的price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大家在这儿没有太听懂 我们来看下一个command 叫unique unique顾名思义就是特殊的 特别的 这个command呢 不是stata自带的 从stata1到stata15 都没有这个command 请大家在commandline中输入 siscinstallunique 然后按回车 如果你之前没有装过 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说checking 然后installing installationcomplete 如果你以前已经装过这个command了 它就会告诉你 check consistency and verifying 是不是已经装过了 然后它说 all files already exist and are up to date 所有的文件都在这儿了 而且都是最新的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 装上这个command之后 我们来看 嗯 大家装好以后呢 我们来看 它的sintax就是unique var list 同样呢 你在后边需要指定一个 或者多个变量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啊 我们看了mpg weight price 如果我们现在说unique mpg 它会告诉你什么呢 它会告诉你这个 刚才我们说了 它有74个观测值 这是不会变的 number of unique values of mpg 是21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代表在74个观测值里的mpg中呢 它只有21个不同的数值 同样weight 我们可以看到 74个观测值中 它有64个不同的数值 这也是为什么 刚才我们isid的时候 它说这个变量 不能够uniquely identify the observations 因为你不能用21个数值 去代表74个 不同的observation 是吧 这个也是 你不能用64个 去代表这74个 那我们看看 如果你把mpg和weight 组合在一起了 怎么办呢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样它就说了 number of unique values of mpg weight is 74 这说明什么意思 这74个observations 在我们这个数据集里 它的mpg和weight的组合 都是不一样的 就有可能 这两个人 它的mpg是一样的 说错了 这两个车 它的mpg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weight是不一样的 那两个车 它的weight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mpg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 把mpg和weight 结合在一起看 我们就能够 独特地识别出 每一条observation了 那最后一个 我们看unique price 它是74个观测值 它的unique price 有74个 说明这74辆车 它的每辆车 它的price都是不一样的 最后我想说一下 其实我们很多小伙伴们 都在问 就是用手机看这个视频 实在是太小了 该怎么办 其实呢 我们随着微信公众号 每次之后 都会推送pdf的讲义 大家可以打开pdf讲义 然后呢收听我的讲解 大家也可以在知乎优酷 爱奇艺网站上 找到我们的视频 当然我们最推荐的是 到我们的官网上 网址就在这儿 在官网上呢 不仅有我们的 Stata小课堂 也有我们之后将会 推出的R系列教程 以及之前我们 推出的SPSS教程 以及我们持续推出的 很多跟林昌研究 相关的非常好的文章 最后感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Stata小课堂 欢迎大家扫一扫 屏幕右方的二维码 关注一咖会 微信公众号 我们下周五晚上八点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